想赏鹰不一定要到日本哦 受到寒流的影响 桃源区宝山里及二集团部落的鹰花竭力绽放 目前在二集团部落的鹰花公园 可以看到粉嫩的鹰花盛开的画面 原民会表示到二月底前都是赏鹰的好时机 大家不妨利用假日一同去赏花 数百颗粉红色的合金鹰及野鹰及红色山鹰花 相互绽放 搭配湛蓝的天空 整座公园美不慎收 游客不是摆出姿势与花尖交 就是手上的相机咔嚓不停 生怕错过眼前这片美丽景致 这里是桃源二集团部落的鹰花公园 寒流来袭气温奏降影响 整片樱花林提早盛开 走进园区宛如智宣在北国的樱花林里 我们樱花公园坐落在桃源区宝山里二集团部落 这公园面积大概有三公顷 我们在多年以前在这里种植了一千多颗的樱花 这里主要的樱花有三樱花 还有少数部分的日本合金樱 原民会表示一直到二月底都是樱花盛开的最佳时机 市民朋友可以把握难得的机会造访桃源区 今年因为寒流来袭 让这个公园樱花是大爆发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我们市民朋友 利用休闲的时间来到这里欣赏 那我想我们也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到我们高雄真正的霍花园 来一起来享受山林樱花盛开的一个季节 除了欣赏美丽的樱花 还可以浏览原住民部落多元丰富的人文特色 不过假日车辆多也容易起雾 民众上山前要特别注意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